有很多人你比如说给你单独关在一个地方 时间久了以后你就难受的要发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可能就屈服了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给你施加很 让你感到很痛苦 当然不是用鞭子抽你 但是呢比如说你绝食了 他可以说我们为了人道主义 然后再折磨你 用各种方法折磨你 这个时候也有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屈服了 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因为思念家里的人等等 各种情况下在监狱里屈服的人是非常多的 但是各种情况都是让你没法忍受的情况下 超过了人所忍受的极限 这是共产党监狱常用的手法 我们这些政治犯都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包括共产党里面的 就是共产党自己里面的被抓起来的这些政治犯 他就给你设计一个很小的环境 绝对的安静 不许任何人和你谈话 也不许任何人和你接触 你也听不到外界的任何声音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时间 在半年到两年这段时间里头 人慢慢的脑子就会出问题 就会疯掉 我们发现很多从监狱关的政治犯 包括非共产党的 包括共产党的人 有很多人出来以后脑子有问题 有的时候这些人的问题 别人会觉得这是个疯子 很看不起他们 但是我知道 这是因为监狱的长期的这种单独关押的折磨 造成了这些人脑子慢慢就有问题了 感谢观看